酒座闷热似乎是上班族或居家办公 长时间做定位难以避免的 但其实想要减缓不舒适的感觉 可以从布料下手 如果说你在比较热的一个闷热环境的话 它可以把你的热给吸收掉 让你觉得说环境有降温的一个感觉 所以本身就是可以保暖跟凉爽 它都可以去做它的应用 实际对比一般沙发皮革布料 人都还没坐温度就已经高于30度 而坐过的沙发没过一会儿 屁股都还没坐热 表面皮革温度已经来到34度 长时间下来温度让人很有感 再换个布料实际测量 从环境温度到酒座后 沙发皮革表面都还不到摄氏30度 因为这看似平凡的沙发 可是包覆着恒温皮革 其实皮革本身它相对于纺织品来说 它更为不透气 那有时候像我们 比如说在椅子上面沙发上面 看一个追个距离可能一两个小时之类的 那你会有一些流汗的一个状态 那排完之后如果说皮革本身 它又会蓄积在那边 你就觉得说实施年年不舒服这样子 那你用这种材料在皮革的部分的话 可以避免你局部的温度快速的上升 那让你觉得说这边就不会有闷热的感觉 就不会有流汗的这种不舒服的现象产生 制品可以依照环境调节温度 听起来很智能 怎么做到的 原来这里头的秘密武器是它 大家可以想像冰块一样 那它会吸收饮料里面的热 然后让你的饮料变得比较冰凉的感觉 这个的话其实跟冰块的功能 其实是自雷同的 只是说它是比较适合人体 可能一般在使用可能28到30度的一个环境温度 所以当我使用它在我的衣服 或者说我的寝具 或者甚至沙发一些家具上面的时候 它可以让我的体温 它维持在一个比较人体舒适的一个温度 原来都是靠着这一颗颗白色微小的恒温微胶囊 打造智能恒温 赋予皮革长效舒适 智慧纺织从里到外都有大玄机 像固体的话它会变成像一个结晶状 对 那当你慢慢吸收热之后 它会慢慢融化变成液体 我们跟仿制所这边移转的一个技术 其实是一个微胶囊化的技术 它把这个材料变成一个 大概头发粗细 大概头发的六分之一粗细的一个微小的胶囊 大概是十微米左右 对 那利用这样十微米的大小的微胶囊 把它把它砍入到我们的泡棉当中 那它本身除了这一层透气之外 它同时可以兼具调温的一个功能 对 那搭配我们的一个温感记忆的施压泡棉 来一起做应用化 这可以让我们整体的产品里面 有同时兼具减压跟调温透气的一个功能 全照耳机也是你我生活中 长时间使用容易有闷热不是感的 但超细纤维打造的透气皮革 已经可以创造真皮般的手感跟难得的透气度 也可以应用在方向盘上 你做出来之后 你要让你的民众有感 你要能够回去家里面 跟你的家人说 我在开发什么技术 他要听得懂 你如果回去跟他说 以后我们家的沙发 你坐下去 你坐再久 起来之后都不会越坐越热 这个他们就听得懂 我们是开发这样的技术 现在小朋友都很在玩电竞 电竞选手就带那耳机 他就带着 然后就打电动 可是打久了就越带越热 越带越热 你就说 你带我这个耳机 你带我这个耳机打电动 你之前可能就是熬夜 熬一个晚上就受不了 你带这个 搞不好可以熬三天 类似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纺织技术 出来之后 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真的有感 织品研发挺有感 但用纤维织出的皮革 这薄薄的一片 确实耗时近五年研发 你皮比布更厚的情况 你要怎么让这个 比较厚的东西 又可以透气 那就是靠我们纺织的技术 我们纺织的技术 里面有一招 叫做用不织布的叠的方式 去叠出一层皮 所谓的发明 就是你不见得一开始 你就想到这个概念 这段时间当然因为 也是因为我们有执行 产业技术师的计划 包括方向盘 那针皮的方向盘 包含那个座椅 针皮的座椅 当你去外面晒太阳 你就停车 然后回来之后 你就发现这个皮革 好像很烫 那我们的技术 没有办法让它变得不烫 还是会烫 随着时间久 可是它会冷得快 直出来的仿真皮革 说可以量身克制 在原料取得上 也能兼顾材质安全 跟友善环境 中间虽然碰到很多困难 包含说像这样的一个材料 你要把它放到皮革里面去 那不是你要放 它就可以放得进去的 你就看它像在喷我们的那个 喷一块布一样 可是喷出来的东西呢 它是一块皮 所以你这个皮不是从 这个动物身上切下来 割下来 也不是去化学的公司里面去 一个化学的原料造出来 然后变成一块皮 不是 它是用我们做布的方式 把做出来的布 产生出这个皮的感觉 智慧纺织打造的有感 新皮感 应用多元 也进军国内外市场 舒适你我日常的同时 也为产业跟民生 创造更多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